我是一只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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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拼图 投篮 42岁的郑玉伟 是这些鹦鹉们的训养师 他用20多年的时间 研究鹦鹉行为训练 以此科普大众 20多年前 郑玉伟经营着一家餐厅 但是爱鸟的他 一直喜欢饲养和训练鹦鹉 此后他来到太原市动物园工作 并将园内的鹦鹉馆越做越大 郑玉伟说 对鹦鹉开展的行为训练 不同于强制性的马戏团表演 而是为了让他们 更适应动物园内的生活 像我们现在做的 大量的风人工 就是做一些玩具 陪他做一些这种体能训练 还有行为展示 行为训练 鹦鹉是很聪明的 但是我们每天 还要给他做一些 意志的游戏 就像拼图 还有就是让他 锻炼他的咬合力 锻炼他的平衡能力 让他在钢尸上 怎么来保持他的平衡能力 攀爬能力 孩子们来了以后一看 我们现在是在为鹦鹉 让他更容易适应我们 现在的生活 但是也不能忘了他 以前在野外生活的 这种条件 这种环境 在郑玉伟的训练下 鹦鹉馆内的鹦鹉们 多才多艺 这里也成为当地 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 科普乐园之一 郑玉伟也由此 凭借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从一个门外汉 成了当地知名的鹦鹉王 除了照顾鹦鹉馆的鹦鹉 常常有当地市民向他求助 太原动物园 而且还担负着 就是山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有一些个人饰养的 之前不懂的 现在饰养一些动物 就是有一些问题 尤其鹦鹉呢 个人饰养 它可能会抑郁 一旦抑郁呢 是很难治疗的 就是它会制产 把自己身上的毛 拔得一根不剩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前面就有一只 这种亚马逊鹦鹉 在解救回来的时候 它身上是没有毛的 一根没有 就只有头上是有毛的 经过我们两个月的治疗 就是现在基本快长齐了 但是它身上的这种大毛 还需要时间来换的 但是我们每天 要给它做一些游戏 像抑制游戏 比如说拼图 还有这种走钢师 这种游戏 爬云梯这种 我们不停地 在给它做一些游戏 而且我们给它们 做了不少类似于这种玩具 必须要让它们每天 丰富了它的日常的这种活动 它才会把这种抑郁的 这种心理给调节过来 每一个技能的展示 让观看小朋友们惊呼不已 对于郑玉伟来说 这是他陪着英武 做了无数次的训练 才能让他们如此娴熟 即使是训养经验丰富 郑玉伟的身上 也难免大大小小的伤口 跟动物打交道 就是着伤 咬伤 这种东西就很难避免的 可能是它也是 在跟你玩的情况下 像我手上就很多 很多就是伤口 就是这种伤口 就很多的 就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就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 这个动物 就把它来当成一个家人 一个朋友来 就是来陪伴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